决战2024总统争霸战 蓝绿白三党的参选人就位 未来谁能胜出 是否会影响与美国的关系 各界关注 美国再来协会处长孙小雅 罕见接受节目的专访 谈到了台湾选举 她说和赖清德 侯友宜和柯文哲都有多次互动经验 对他们三个人都很喜欢 也提到三个阵营当中 都表达了与中国沟通的意愿 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 但似乎有着共同目标 这点美方绝对会支持 副总统赖清德 带着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罗森伯格品尝台南道地美食 罗森伯格访台行 主要目的就是跟各党的 总统参选人会面 侯友宜跟柯文哲也都高规格接待 尽管罗森伯格强调 美国不会在台湾大选当中选边站 但各自台美关系论述 称得美方聚焦重点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说 跟蓝绿白参选人一点都不陌生 但三人切换到选战模式 两岸议题上怎么看寻求跟中国对话的可能性 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 各党都有想跟中国沟通 而中国企图武力犯台 也让美国对台军售案更显得重要 孙小雅罕见接受节目专访 面对2024总统大选 除了畅谈跟各个参选人的互动 也关键整个台海情势变化 记者是黄奥宇台北报导